不能好好敬拜 但我相信神的同在在我们当中 好 感谢神 2024年的一开始 2024年的一开始 我要从头开始讲 对 没错 就是从头开始讲 你知道去年年底讲到的时候啊 提到这个 我不是说我这个自我免疫失调吗 我自己攻击自己 对得那么大声 我自己攻击自己 那在医院挨了两针 当时候呢 大家一直问我说 奇怪 这个到底郑重是什么 所以我今天呢 就有一个机会 跟大家开诚布公一下 因为再不讲的话呢 我担心就是会有一些 这个有些人觉得 我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影集啊 或者是你知道 人的猜测比疾病更可怕 所以在这个热闹的投票日 我要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事件的缘由 你知道去年剪头发的时候啊 那个理法师就 剪头发的时候 他说同学 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很大 我就说对啊 最近长很多痘痘 痘痘长比较多 他说不是啦 是后面 我说后面会长痘痘吗 他说不是 是你头发后面有一个洞 头发后面有一个洞 我当场 眼前突然出现了跑马灯 什么跑马灯呢 以前高中同学说 影中不要再擦那么多发辣了 门徒提醒我 烦恼的时候 不要一直抓头 妈妈叫我不要太晚睡 舅舅叫我不要念太多书 因为我舅舅都是博士 念太多书以后 他们整个发型 是很特别的 好 所以就是跑马灯 这样子弄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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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整个非常非常急 我整个急了 急了对我整个急了 然后我就隔天立马去看医生 然后我就说医生医生 我脑子 不是我后面脑子 都会有一个洞这样子 那医生就斩钉截铁的说 嘿 这个学名叫做圆形图 当下 对你没有听错 当下 我心里就只有这句话 有吗 有这句话吗 下一张图 我就想说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 要掉头发 好 等一下 不要激动哦 我要讲完结束 这个讲到结束 不要乱拍照 这个讲到结束之后 我会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 所以我心中就有这个感觉 就是为什么我这样 然后你知道我这辈子 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词 这个词 原形什么 会用在我身上 你以为我的人生 从此黑白了吗 不 我的人生 从此只有黑 没有白 因为医生就说 同学你是不是 最近压力很大 我说我从来没有 比听到你宣布 我压力还更大 医生就是看着我一脸 失魂落魄的样子 他就拍拍我说 放心 你是靠脸吃饭的 好 这是我自己家 这是我自己家的 这是我自己家的 好 这是我自己家的 不能自己家嘛 我自己鼓励我自己啊 好 那医生就跟我讲说 好啦 这个放心 这个 等你压力减低之后 好好照顾身体 他就会长回来了哟 他瞬间变成了 这个幼幼台的哥哥姐姐 因为他看我实在是太难过了 好 所以 他说这个俗称鬼剃头 我想说 拜托 我是传道人 难道我不能干鬼吗 我这一生最怕的鬼 就是鬼剃头 好 很害怕 医生呢 请我好好照顾自己 之后啊 有一些家长 去年之后有听我的讲道 所以他就来关心我 你知道我一开始 都是守口如瓶 可是你知道 有那种往死里打的 他就是一直问说 隐忠啊 这是你为什么不结婚的原因吗 你有影集 你要讲啊 叔叔阿姨可以帮你嘛 看你是需要什么钱 弄什么手术 还是要吃什么药 对 你看他就往死里打 他就不会觉得 就是有人不好意思讲嘛 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 可能是害怕 我不能照顾他儿子 对 他就很担心 然后我就想说 好 那我还是跟他们说 不然我怕我压力越来越大 我们不是能力越大 责任队越大 我们是压力越大 头发越少 后来我就决定跟他们透露 我期待他们可以为我祷告 你知道他们多无情吗 他们就是 我就跟妈妈讲说 这个情况啊 什么怎样啊 我很担心啊 然后那个妈妈就说 这还好吧 这还好吧 他难道不知道男生 秃头就跟毁容一样吗 他根本就不知道 掉头发对一个男生的破坏力 到底 怎么又是这张 到底有多大 所以你知道 如果下一次 爸爸妈妈就来到我面前 然后跟我说 他儿子的问题 我就说这还好吧 你就看个医生就好了 对不对 看他心情会怎么样 好 这不是看医生的问题 你知道 我甚至有跟一个同工分享 我小声地跟他说 我就说我现在有一个 这个原型的问题 他说什么 秃头 他就在这个交易厅的地方 大声公开说 好 今天呢 我面对问题 问题就可以解决一半 我们来看几张帅哥的照片 开始快点 好 我告诉你他秃头 好 再来 再一张 我告诉你他也秃头 好 再来 这张跟我最像 我告诉你他也秃头 知道了吗 他是 并没有人不知道 他是Michael Jordan 他是这个篮球很厉害的 对啊 我感觉我跟他比较像 好 那医生是这样跟我说的 医生是说 这不是那种秃头 你压力不要那么大 他只是因为压力大 导致免疫系统 攻击我的毛囊 你们要听清楚哦 因为我担心你们回去之后乱传一通 然后把我的照片这样截图 都秃了 不是这种 这概念不好 对 以后我来我就戴帽子 最近天气比较冷 至少你的帽子不会借我 好 OK 所以 好 大家听清楚了 会攻击我的毛囊 那有的时候攻击的是皮肤 有的时候攻击的是其他部位或是器官 所以压力过了就会好了 所以跟你旁边的说 一切都来得及 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急 我们很急着想要确保自己是不是 从此就这样了 是不是一去不复返 生怕因为这样子 可能因为这个疾病 或是因为头发的关系 是不是我的婚姻跟情感 就要因此落后 会吧 这很合理吧 对不对 我问女生他们说 喜不喜欢秃头 他们都很有礼貌地回答我 但是你知道 我会担心 我会不会因此这个婚姻跟感情就落后了 因为 就好像上帝跟我开一个玩笑 我还不够落后就对了 我已经33岁了 我觉得我已经很落后了 我已经在很后面的 同届的人都已经结婚 不知道有几个小孩了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 有时候你很怕别人超过你 你很怕自己比不上别人 你很怕自己被错过 你担心神要给你的 其实到头来 不过是你自己一厢情愿 有时候神啊 这不是你要给我的吗 神不是这是你要祝福我的吗 还是这是我一厢情愿 我知道有一些人会以为 自己又落后别人一年了 但今年的一开始我要鼓励你 我不是要鼓励你赢在起跑点 而是神要我对你说 请你不要再用自己的力量取得领先了 请你不要再用自己的力量取得领先了 因为你在神的手中从来没有落后 我知道有一些人正在看直播 可能因为他们投票的关系 今天不管是谁当选 神的计划都不会被延后 在神的手中我们不会落后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在创世纪的三十二章三十节 我们就一起来念 预备 来 雅各称那地方为异弩伊勒 因为他说我面对面见过上帝 尽能活命 雅各经过异弩伊勒的时候 太阳出来了 那是他的大腿瘸了 那个字念碧 今天这段经文要成为你的保护 你知道雅各从小啊 他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 过去他可能在一个梦的当中 有遇见过神 神说我与你同在 可是在这个之前 虽然他在基督徒的环境 跟家庭长大 但他其实不认识神 他慢慢的开始练习 要从我爷爷的神 我爸爸的神 变成我自己的神 这段经文是他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他被迫要回去面对他的哥哥 他之前欺骗嘛 欺骗到长子的名分 他抢走哥哥长子的名分 现在他要回去面对这段关系 他生怕哥哥报仇 就是在这个过程 神在他自己以为最有把握的事情上 我以前 对不对 我以前头发多得跟什么一样啊 就是在自己最有把握的事情上 让他发现 嘿 你其实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强 看起来很多时候你赢了 可是其实 你根本不快乐 这就是他的人生 他一直都在争 一直生怕自己落后 一直生怕他的一辈子就输在后面 所以今天的题目是 我行之后再无落后 看起来他赢过了哥哥的名分 但结果他却逃难 看起来他骗过爸爸 但其实他流亡在外面 看起来他赢了他的舅舅拉班 用一些技巧 结果他还是带着他的妻儿 再次离家出走 他的人生每一次看起来都是领先的 但是赢得一点都不快乐 每一次都是他自己在承担这个后果 就连这一次他跟神摔脚 好像看起来 好像赢了 可是神却摸了他一把 他就贪婪在地上 他会想 我还要这样下去吗 我还要这样争下去吗 我还要坚持我以为的领先吗 其实神根本就不是打不赢他 神在等他 一拐一拐地走进神的怀抱 这也是你的人生吗 你也很努力 看起来有一些表现 看起来赢得了一些东西 但是回头来看 你根本不快乐 好像失去了更多 这是雅各他第二次真实的经历神 那个地方叫毕努依乐 什么意思 就是我遇见神了 但愿今天你也遇见神 在你一拐一拐的过程中 今天晚上 你要遇见神对你说话 你要遇见神亲自引领你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父神谢谢你祝福今天所有 在主日当中的 上帝你给他们一个位置 你告诉他们 他们从来没有落后 主要帮助他们 不再靠自己的力量领先 而是重新回到你的应许里面 因为我们都是你的儿女 都是你所保护的 都是你所爱的 是你对我们有计划的 谢谢耶稣 与今天所有听见这边信息的人同在 让他们知道 在神的手中再也没有落后 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 祷告 再给神一个最大的掌声好吗 Hallelujah 好 感谢主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先跟你旁边的说 瘸腿不会让你落后 神学里面有一个专有名词 我要来介绍一下 它叫做渐进式的启示 渐进式的启示 就是慢慢的让你知道 一步一步的让你知道 你不会一开始就知道所有的剧情 你会随着时间 随着精力 慢慢的认识这位神 一条一条的线索 一个一个的提示 你不会因为读完创世纪 你就完全认识神 你也不会因为读完整本 就算你把圣经地图都走遍了 你也不会完全认识这位神 因为你仍然看不见全貌 好 创世纪的32章24节 我念给大家听 好 自己独自留下 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脚 直到黎明 那人见圣不过雅各 就在他的大腿窝摸了一下 他的大腿的关节就脱臼了 那人说天亮了让我走吧 但雅各说你不祝福我 我就不让你走 那人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跟你旁边说你叫什么名字 好 他说我叫雅各 那人说你以后不要再叫雅各了 你要叫以色列 因为你跟上帝和人角力都得胜了 雅各说请你告诉我你的名字 那人说你为什么问我的名字 再跟你旁边说你为什么问我的名字 他就在那里给雅各祝福 好 很特别 雅各想知道这个人的名字 当然因为我们读过整本圣经对吗 我假设你们读过整本圣经 不好意思 我知道有一些人可能还差两页 好 我假设你们读过所有圣经 好 我们知道这个人其实是神 但当下的雅各他还不太清楚 神也不想把名字告诉他 因为还不到时候 他想先确认雅各知不知道自己的名字 我们都知道后来到了摩西的时代 你有看过埃及王子吗 那时候神才启示他自己是谁 启示他的名字叫什么 那距离雅各的时代不知道都多久时间了 所以我想要说的是什么 你很难知道自己这一生的结局到底是什么 关于渐进式的启示 关于这一份慢慢知道的使命 其实我们都是慢慢知道的 对吧 我们不会一开始就知道 我们不会一开始就了解 你知道其实我不知道我会成为现在这个角色 应该没有人刚出生就说 我立志要成为传道人 就应该不会这样子 就是因为他没有赚很多钱 然后又很容易被欺负 还会被笑这种秃头啊 长得爱啊这种 所以应该不会有人想要 一开始就这样 所以我国小的时候会以为 这个我应该会去乐高公司上班 因为我觉得我蛮会拼乐高的 对就是我很爱拼乐高 那国中的时候我会以为我是律师 因为我超爱狡辩的 为什么有人在底下点头啊 有一个妈妈这样 是我有跟你狡辩过是不是 好 国中我以为我要当律师 那这个高中的时候 我以为我是这个MV的男主角 我是啊 没有啦 好 我以为这个 可能上了大学之后就想说 是不是有一天我会当明星 因为你知道那时候还是电视的时代 那种模范棒棒糖有听过吗 因为我就想说奇怪 他们的那个才艺都可以当明星 那我一定也可以嘛 我就想说 但是感谢主没关系啦 好 所以当我出社会的时候 我以为我可以在半导体业的产业 用晶片改变世界 制造出一堆的AI机器人 可惜我只能坐在电脑前面 成为另外一种工作的机器人 谁会知道我现在在这里 从人的眼光来看 我好像没有因此赚得更多 没有更大的房子 没有更好的人生 神真的要我在这里吗 所以我要说的是 面对人生的蓝图 你很难相信你自己不会落后 你很难相信你自己不会落后 我们前面说了 那一份瘸腿并不会让我们知道 可是我们真的很难啦 即使上帝说了 我们也很难相信 不要说使命好了 你连明天会发生什么 可能都不知道 因为你现在所知道的 都只停留在现在 现在需要做什么 现在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都只能知道当下 但神的启示会照着 他自己的时间准时 这也是为什么神要把 雅各的故事摊开来给我们看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想靠自己的方式去追求 去争夺 去拥有 但其实神在雅各出生的时候 就已经应许雅各会得到祝福了 只是他还是想用自己的方式得到 对我来说很难想象 我11岁的时候 我11岁的时候去到教会 我真的真的以为 我长大是要当一个高富帅的 现在我33岁了 高已经来不及了 富的话 求主帮助 那帅 帅的话就 求主医治我后面的洞 所以这个 本来我以为建造教会 可能会需要很多的知识跟能力 我一直不觉得自己 有资格成为这样的角色 可能经验没有 能力没有 很多很多的 所拥有的条件可能没有 但神的呼召 更胜于我们所拥有的能力跟知识 我相信 我深深的相信 此刻就是神给我最好的时刻 是建造教会最好的时刻 所以 想要跟大家分享 一开始 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牧养过程当中 其实闯了很多的 这个 蠢事啊 就是干过很多的蠢事 就如果是跟随我 以前到现在的门徒 应该都可以了解 我们做了哪些蠢事 对 但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毕竟那是很长的故事 可是我们可以来照样照剧 比如说要是我没有 就不会发生什么 比如说 要是 要是我们没有 不付门票钱 我们就不用渡河到对岸 某一些人听得懂 好 要是没有坚持到底 要是没有坚持到底 可能现在 还会留有一些关系 好 要是没有放弃 也许 某一个年轻人 现在还留在教会 好 也许 如果没有 做这些事情 我们就 现在就不会被贴上 很多的标签 你知道当时 二十几岁的我 还不知道 很多人性的问题 诚实地来说 我不只是不懂 这些人性的问题 我连我自己 都搞不懂我自己 还记得 刚刚读的经文吗 其实雅各还没有那么认识神 同时 他也还没有那么认识他自己 你知道吗 他当时几岁 猜猜看 几岁 雅各 四十五是不是 两倍 雅各九十岁 他当时九十岁了 九十岁还不认识自己 所以跟你旁边的说 你还有时间 我现在回头过去看 有好多的事情 我都觉得自己做得超纯的 你知道吗 现在回头想想 自己为什么 好像要为着过去那些事件 好像自愿 自已 因为当时候的我 可能没有现在的眼界 没有现在的经历 更没有那么认识神 也没有认识我自己 所以 我也想要鼓励你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为什么要用今天的启示 来惩罚自己昨天的错误呢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还在卡在过去一些 愚蠢的事件当中 我要鼓励你 其实你已经做了当下 你可以做的选择了 虽然有很多纯事 在那个季节 你已经做了 所能做的最好决定了 包含对我来说 可能放弃高薪的工作 去带领年轻人 那就是我当下可以想到的 那就是我当下有的时间 那就是当下神给我的亮光 那就是当时我有的智慧跟知识 所以三十一节 雅各经过了 闭努一勒的时候 太阳出来了 那时他的大腿瘸了 太阳升起 腿瘸了 好 大家要想象一下画面 用你的想象力 太阳升起 看起来应该要很有盼望 看起来昨天晚上 经过了一整个夜晚 太阳终于升起了 可是大腿却瘸了 光和瘸 你知道一般的情况底下 前一晚挣扎了这么久 痛苦这么久 他担心哥哥杀了他和他家 所以他向神祷告 创世纪前面有写 三十二章十一节说 求你救我脱离 我哥哥以扫的手 我怕他会来杀我和我的企鹅 你知道他祷告了 他寻求神了 他跟神面对面摔角了 太阳出来了 他觉得应该一切都会好转吧 谁跟神神摔角过有赢过 我赢了耶 神祖我赢了 情况应该好转啦 应该会有改变啦 但光出现的同时 雅各瘸了 这个光出现的时候 并没有让雅各 一搏一搏的情况停下来 雅各花了二十年去处理 他跟以扫 就是他哥哥的这个关系 神要雅各 好好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自己 因为我们就是会在这个过程中被绊倒 在被绊倒的过程中 我们有机会认识我们的神 我们刚刚提到了 我们没有办法一次看见所有的光 所有的事情都是渐进式的神 让我们来知道 我们只能看见眼前小小的亮光 所以当太阳升起的那一刻 腿也瘸了 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非常有力量 来形容我们跟神同行的方式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觉得 我们跟神同行的时候 同行的那一个过程 就好像我们的腿也瘸了 我们虽然拨着走 可是神他从来没有放手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就是会一拐一拐的 因为对神来说 我们走得再快 也没有办法比他快 对一个超越时间空间的神来说 我们不管走得多漂亮 走得多好看 对他来说 我们都是瘸的 我们都是不完美的 我们都是不圣洁的 对神来说 我们走得再快 也不会比他快 对神而言 我们就是瘸子 好消息是什么 好消息是光在我们的前面 我们的神永远等我们 他不只是等我们 他还要牵着我们一起走 我不知道你的人生当中 是不是有很多 一拐一拐的经历 比如说我刚刚慕宁姐有介绍 我曾经瘸腿过 这是我当时候 我为了要给我的老板看 我是真的受伤了 我要拍给他看 我要跟他说 因为我不好意思跟他讲 我去打篮球 他可能以为我找借口 但是我就跟他讲说 我当时候真的受伤了 当时我很沮丧 好了还是不要一直放这张 当时的我很沮丧 因为我干嘛呢 我不能打鼓 我不能打球 我连服饰都不能 我连自己洗澡都很困难 所有一切会让我觉得 我有价值的事情 我几乎都无法自己完成 你知道拿掉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就需要学会 当我这些都没有 我刚刚说的这些都没有的时候 我是谁 比如说有一天 树伟姐不能谈小提琴 不能再录IG的时候 那你是谁 对不对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练习这个过程 彭宜不能打球的时候 你是谁 我们都需要问自己这个问题 这些东西曾经是我们的拐杖 因为那些东西会让我看起来不像一个瘸子 打鼓啊 打球啊 好像很厉害 然后赚很多钱啊 股票分红很多啊 看起来好像我不再像一个瘸子 那事实上是什么 事实上我只是在依靠一个随时都有可能消失的东西 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难以启齿的 有一些是没有勇气向别人承认的 有一些是不愿意去面对 不愿意去饶恕的 在学会原谅的过程 我们总是一拐一拐的 对吗 每一次学会饶恕 我们都是一拐一拐 我们都是薄着的 因为实在太痛苦了 家庭过去的伤害 可能你有感情的受挫 你知道建立教会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真的是一拐一拐的走过来的 但神没有放手 始终没有放手 24节 自己独自留下 有一个人和他摔跤直到黎明 直到黎明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和神摔跤整整一个晚上 你知道摔跤不是打泰拳 不是这个时间很快的 马上就打昏了 没有摔跤就是你要一直 两个人在那边抱着 然后这样子弄啊弄的 一整个晚上 他们都花着巨大的力气僵持在那边 有时候别人并不会知道 你其实奋战了一整个晚上 其实他们不会知道你昨天经历什么 有人说火把教会 哇 好大的场地哦 好羡慕哦 为什么有办法买到这块地 你们都听过永成哥的分享嘛 他分享很多次了 我们真的是在一拨一拨的过程中 走进这个地方 你知道当时有多少人不看好我们吗 有多少领袖离开吗 有多少人指责我们 你知道同学他很喜欢问我一个问题哦 他常问我说 尹中哥 那个谁谁谁怎么不在了 那个谁谁谁怎么离开了 我们在建立教会的过程 我们是一拨一拨的 但是我们走到了 我们在这里了 我们拥有一个神给我们的家 即使一拨一拨的 有些人其实不了解 我们现在所站在的这个位置 也不理解我们是怎么走到这里 你知道成德路的新堂 跟以前 以前我们在北车 跟北车好像 好像只距离短短的几站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真的是爬过来的 我们真的是爬过来的 人会以为这些很自然就出现了 好像一切 哦 好简单哦 这个好像我们本来就计划好了 但神其实是 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家是神一步一步的带领 你知道永辰哥常常分享 他说我们之前找到了海沙屋 然后本来这个建堂的那个 就要重新再shut down 重新再启动一个 再去找一个标的物 我们冒着失去信任的风险 重找一次 因为大家可能会以为我们骗钱的嘛 我们有事没事就来说 我们要建堂了 尹中哥要买房子 请你们捐钱给我 好吧 好 这是好的意思 谢谢 也到时候再会专款专户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好 我们冒着这个风险 那中间可能经历了主任牧师的转换 好 我们还遇到了卖家 这个不太想鸟我们 然后后来我们又遇到了 这个消防的问题 缴不出头戏款 你知道别人根本就不知道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奋战了一整个晚上 因为这些人们没有看见 他们没有看见 我们的祷告 建堂委员的经历 就好像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是我们计划的 我们本来就计划 花了钱 买了房子 大家就来聚会了 椅子就自动好了 没事你们来 椅子就自动好了 地板就是干净的 蜡就是打过的 灯光就是预备好的 敬拜团就是 好像他们都不需要练习一样 好像他们就天生会敬拜的 好像师姐一个天生 这么的适合礼拜六的主日 对 好像是天生的一样 但是你知道吗 有摔过脚的才知道 那是神的怜悯跟祝福 我们是一砖一瓦的在重建这个家 你觉得神真的打不赢雅各吗 但是好像神让他赢了 但神只是轻轻地摸了他的一下 摸了他一下的大腿 他的腿就瘸了 根本不用一个晚上 神根本不用跟你打一个晚上 神要我们死太容易了 但神渴望什么 神渴望我们真的认识他 所以在那个黑夜的拼搏底下 只有他能懂 我刚刚说了 可能别人不懂 别人不了解 人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 人不知道你为了侍奉 付上多少的代价 人甚至不知道 你在家庭里面经历了多少 你每一天上班上课的时候 你看起来很好 你看起来没有缺 可是人不知道你经历了多少 所以有时候你根本就不想 跟别人说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那些挣扎跟摔脚 会让人觉得你很脆弱 会让人觉得你很容易受伤 因为你觉得你自己 根本不应该陷入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 因为你也没有看过别人挣扎 因为你也觉得 你只看过别人生命中的片段 你只看见别人光鲜亮丽的样子 你没有看见他们真正痛苦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 看过你们小说唱哭吗 或者是看过他们很痛苦的样子 还是他们天生嘿嘿 一来就嘿嘿 然后微笑 然后整天跟你在那边 哈哈哈哈 然后你在那边跟他开玩笑 你有没有看过他找工作 找得很痛苦的时候 有没有看过他也没有女朋友的时候 有没有看过他头发 不是 有没有看过他们很辛苦的时候 他们从他们学生 到现在他们工作了 他们其实晚上都需要加班 你们知道吗 加班后回来才接到你们的电话 八点半才跟你约时间 那些都是我们不能够了解的 所以你知道 有时候你们没有看过他们真正痛苦的样子 以至于你觉得 所以我也不应该软弱 我怎么可以这样 我为什么会这样 嘿我们每一个人 在信仰里面 都是一拐一拐的认识神 都是一拨一拨的走进他的心意里 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 没有人知道在黑夜里的 你是怎么样度过的 但是神知道 神懂 因为他在 他在那里等你 他在训练你 他在拥抱你 所以我要鼓励所有的年轻人 不要再跟别人比较了 当别人说你为什么在这里的时候 在比较高低的时候 别人根本就不能理解 就像有时候他们也不能够理解 别人一样 别人不能理解你 你不能理解别人 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 我们的背景不同 父母不同 长相不同 所以好不好 不要再比较了 你知道在这个世代 我们的年轻人 我们的孩子是更辛苦的 以前我学打鼓的时候 我学打鼓的时候 可能就是在十几岁 在教会跟三五好友 我们就切磋一下 当然年轻人可能会比较 我们就三五好友 可是你知道现在你随便上网查 就有一个五岁的日本的小朋友 五岁哦 他可以把我推的孩子 那是某一个动漫 我推的孩子里面的主题 他闭着眼睛可以打完 所以你知道 在这个比较的世代里面 你真的比不完 你真的比不完 就在你认为你做得很好的时候 总会有人来告诉你说 嘿 还不够 你还不够强 你还不够努力 你还不够有钱 你还不够优秀 就在你以为你已经准备好的时候 有人会来告诉你 你落后 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怎么落后了 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怎么落后了 就感觉好像大家都拥有的比我多 大家会的都比我多 大家都可以做到 我不能做到的 27节 那人问到 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我叫雅各 那人说 你以后不要再叫雅各了 你要叫以色列 因为你跟上帝和人角力都得胜 想象那个画面 想象那个画面 太阳升起的时候 他的脚一搏一搏的时候 你知道吗 雅各他生来就觉得自己落后 为什么 因为按照出生的顺序 他就是落后的 对吧 他是落后他哥哥的 哥哥先出生 他在后面 他抓着哥哥的脚跟 这是雅各他的名字 抓着 他抓着哥哥的脚跟 因为他害怕他自己落后 仅仅是几秒的落后 雅各就只能获得 三分之一的财产 你知道吗 那是那个时候的规矩 你只要不是长子 你就只能获得 比长子还要少的财产 他天生出生的时候 就落后 因为长子的名分是注定的 他连在子宫里面 都在和他的兄弟摔角 那种感觉就很像 我是落后的 但我不能 我不想 我不要 所以他尽管 他使劲的抓着 使劲的紧握 却还是只 只得到第二名 我不知道今天晚上 在你们的心中 你有没有很努力的事情 你有没有很 好像你花了很大的代价 可是你永远都是落后的 你永远都是落后的 你永远都在追求一个 你追求不到的名次 所以今天晚上 神要对你说 你是他眼中的plan A 今天晚上没有人是多余的 没有人是被延后的 没有人是落后的 你的名字不再是落后的 好像你以为你是后面的 你以为你永远追不上 但是在神那里 我要鼓励你 在神那里 祂对你有一个 从不单言的计划 只要你愿意 走进祂的心意里 那个以为落后的你 神留了位子 专属给你 神留了位子 专属给你 那个你以为 你已经落后了 我不知道你落后什么 可能是人际关系 可能是课业 可能从小 你爸爸妈妈 可能重男轻女 你可能有兄弟姐妹 他们就是留比较好的 给哥哥 留比较好的给上面的 可能你常常在跟同学之间比较 不管是老师 不管是老板 球队里的教练 你总是在比较 但是你知道吗 神有一个专属的位置给你 这是别人夺步走的身份 今天晚上 你不用再抓取任何东西 你不用追改任何名字 神有一个位置给你 每一次当你觉得落后的时候 神都在提醒你 用雅各的故事提醒你 神这里永远有你的位置 神这里永远有你的位置 雅各90岁的时候 从眼瞎的爸爸那里 偷走了哥哥长子的名分 偷走了祝福 他从失明的爸爸那里 偷到了与生俱来的权利 在他与哥哥和解的路上 发生了这一场摔角比赛 现在场景 好 回到 回到他要准备见他的哥哥了 20年没有见了 我们刚刚说雅各90岁了 20年没有见了 他希望可以修复关系 他希望 因为你知道吗 以扫完全有实力可以杀了他 以扫完全有能力可以杀了他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个浅中不要把哥哥逼急了 哥哥是很可怕的 把哥哥逼急了 后果不堪设想 好 可是你知道 神真的是很幽默 唯一可以证明 雅各和上帝摔过脚的 唯一可以证明 他跟神面对面摔过脚的 唯一可以证明这个记号 就是他的腿瘸 所以看一下31节 雅各经过毙努一乐的时候 太阳出来了 那是他的大腿瘸了 在我们心里 好 注意听哦 在我们心里 我们认为上帝同在的记号 应该是情况要变好了吧 情况变好了才是上帝同在嘛 不然呢 不然干嘛信耶稣 我们不是期待情况可以好转吗 我们不是期待我们的人生更好吗 奇怪怎么突然就瘸了 太阳不是升起了吗 神我不是跟你见面了吗 我还帮你在这里取名字 你也帮我取了一个新的名字 结果咧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我还是瘸着 所以你知道会不会常常有人说 信耶稣也不会让生活更好啊 我看你没有更好耶 你没有更快耶 你没有领先啊 你领先在哪里 你信耶稣你领先在哪里 所以干嘛要信 我们常常看那些做见证人说 生命更好了 因为神的同在 听到了有时候我们会蛮困惑的 我们会吃醋 我们会嫉妒 我们会低着头 看着自己的瘸 嘿 记得 你生命中一切的美好 都不是透过与人比较得到的 你生命中一切的美好 都不是透过与人比较得到的 而是借由你对一个使命的为生 而是借由你对一个目标的承诺 我们满足的关键 是我们对那个目标的承诺 而这个目标跟使命 就是神给你的呼召 就是祂创造你的时候 给你的那个位置 神没有应许我们会比别人更好 但祂应许我们 我们会在祂的里面变得更勇敢 我们和祂的关系会更坚定 我们可以跟神 可以跟人 可以跟自己再一次的和好 我们的生命会更加丰盛 所以我要鼓励你 你腿瘸的步伐是同在的痕迹 你知道神的能力 要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如果我一直跟人比较 我就会一直想要抓 我就会一直觉得 要么我在这个人的前面 要么我在这个人的后面 我就只有这两种方式 但这两种情况 听着这两种情况 都不会让你更靠近神 领先不会让你靠近神 落后不会让你靠近神 你领先的时候你会忘记神 你落后的时候你会埋怨神 所以你知道 如果你一直和别人比较 你就会不断地觉得自己落后 每一个人都瘸了 只是有一些瘸子 比较容易隐藏而已 拜托我们只是藏着的瘸子 有一些瘸 会在我们以后的生活中 慢慢显现出来 有一些瘸 是在亲密关系当中会有的 有一些瘸会让你没有办法 保住你自己的工作 有一些瘸 会带来灾难性的结果 有一些瘸 会对别人造成影响 这些都是我们的软弱 有一些瘸是你一辈子得自己扛 可能不会有人发现 你也不会跟别人说 可是这些都是那一份软弱 但每一个人都是一瘸 一瘸的来到这里 我再提醒你一次 我们虽然瘸了 可是我们现在在这里 对吗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有一些人你正在这个瘸行的阶段 可是你要鼓励你自己 因为你在这里了 你瘸了 可是你走进神的殿了 你瘸了 过去的一年当中 我不知道你去年过的怎么样 但是你走到这里了 你知道吗 你可能一直一拐一拐的 在去年当中 以至于你觉得过去的一年很漫长 因为你一直一拐一拐的 你爱神 可是你却瘸了 你很爱神 你很爱祂 你来敬拜祂 你读经祷告 可是你一瘸一瘸的 有时候我们一瘸一瘸的 不想被人发现 有时候我们来教会 并没有得到我们需要的 承认吧 来教会 你并没有觉得你得到你需要的 所以你不想要再被别人看见 你是一拐一拐的 你不想再被别人看见 你是瘸行的状态 所以你躲起来了 你不想来教会了 你知道这就是guilty 这就是罪恶感的运作方式 你觉得我没有比较好 干嘛来 那我来了分享我的软弱 然后呢 有更好吗 成绩有更好吗 我有更丰盛吗 没有啊 那我还不如躲在家里 整天被小组长吹逼着来 多痛苦 在这里也没有人关心我 所以你知道 当你正拖拖拉拉的 因为自己的薄行 而不想来神的殿的时候 你说神啊 拜托正好不像我 我好累 我需要修正我前面的路 我受够了 彼得前书 五章六节这边说 所以你们要谦卑 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到了时候 祂比较你们身高 所以我要鼓励你们 回到祂面前吧 谦卑下来 即使你觉得 一搏一搏的很丢脸 但是回到神的里面 你就不需要 再和别人比较 雅各星的一天就要来了 夜晚结束了 我们刚刚说 你要想象 夜晚结束了 太阳要升起了 祂一搏一搏了 挣扎结束了 祂放弃原来的自己 祂得到了一个新的名字 祂被神触摸 并且更新 成为一个新的雅各 祂要叫做以色列 祂承接呼召 但是祂是个瘸子 光并没有医治好祂的瘸 光并没有让祂 一拐一拐地停下来 有太多时候 我知道我的使命跟呼召 听着我知道 神已经跟我说了 你要做这个 你要去完成这件事情 神已经说了 但不表示 我马上就做得到 并不表示 我马上就跟得上 不代表我马上就 放得下 神要我放下的 你知道有多少个学生 可能在ignite当中 在radical当中 跪下举手回应神 多少学生 听见神的声音 拜托 现在留下的又有几个 我们的问题 不是听不见神的声音 我们的问题 是听见了然后 听见了然后 所以你知道 不代表我们知道 神呼召我们要做什么的时候 我们就有勇气去完成它 我们生命中所完成的一切命定 对神来说都是有意义的 但我得向你承认 我是一拐一拐地进入的 我是一拐一拐地在回应呼召的 真的没有那么光鲜亮丽 非常痛苦的 所以我不知道 你可以问问看你自己 今天的你 正在一拐一拐地做的什么 可能你在某一些地方瘸了 走得好慢哦 可是你慢慢地正在做什么 你在做神要你做的吗 你在服侍吗 你在爱你的家人吗 你在回到神的面前 认识你自己吗 即使你一拐一拐地 所以一拐一拐地走进神的应许 一搏一搏地进入神的心意 黎明即将来临 雅各他就是一拐一拐地 你知道这些并不是互相冲突的 我刚刚说了 好像有光 可是我们是瘸子 好像黎明要来了 一切应该要好转啊 可是我们是瘸子 有时候我们会感到困惑 因为我们觉得光来的时候 我的一拐一拐应该会停下来 当我们觉得我们看见耶稣 接受耶稣 跟随耶稣 在基督里面成长 我们会以为这就自动加速了 然后马上就到目的地了 拜托我跟随啦 我也祷告啦 我接受啦 那我应该要咻 一下就到目的地了吧 我怎么还在这边 一拐一拐的 但神渴望我们可以跟他同行 即使落后 这是我们与耶稣相遇的证据 这个拐行 这个拐脚 这个一拐一拐的过程 从来没有离开雅各的生命 神从来没有医治他 神从来没有医治他 但是拐行之后 雅各再也没有落后了 所以我要鼓励你 有时候你生命中最光明的时刻 也是你生命中最瘸的时刻 很矛盾对吧 圣经说雅各一路上 就腿瘸着的 去见他的兄弟 腿瘸着去见他的兄弟 这一切可能不漂亮 但是没有关系 我刚说了 没有人是完美的 每一个人都是瘸子 所有光鲜亮丽的人 都是隐藏的瘸子 想象你是雅各 也许这就是你在生活中的感受 你正准备要进入一个人生中 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或是相遇 你可能要饶恕一个人 你可能有一个新的考试 你可能要进到下一段的感情跟婚姻当中 你正在准备要面对一个挑战 如果事情不顺利 以扫就会杀了你 这个赌注非常高 这是一个高风险的行动 为什么 这里面没有存在侥幸 为什么 因为以扫是什么 以扫是一个熟练的猎人 记得吗 在圣经上形容 他是一个猎人 那雅各是什么 他是一个厨师而已 他就是比较会煮菜 比较会煮这个野味 他爸爸很开心 他只是一个厨师 所以你知道 当一个猎人 遇到一个厨师 这两个人打架 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就是雅各在他的生命中 常常会觉得没有安全感的关键 因为他没有 从来没有得到他父亲的爱 爸爸爱以扫 偏爱他 所以我不知道 我自己看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他冒充哥哥的原因之一 是因为他很想得到 很想得到他父亲的那一份爱 他这一生没有得到完整的爱 所以如果你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可能没有成为 你应该成为的人 那可能是有原因的 可能是有原因的 比如说很多人 比如说我没有办法 成为有耐心的人 因为我小时候 可能来自一个 很暴躁的家庭 我没有办法 有美好的婚姻 因为我可能 没有看过美好的婚姻 我正在努力地 离开这个pattern 努力地离开这个模式 因为我不希望 有一天我的孩子也离开我 我试图去补偿 过去好像没有得到的 不管是爱 或是安全感 所以一生都在寻找认可 一生都在挣扎 事实上你知道吗 那些批评你的人 那些跟你比较的人 如果他们知道 你如何拼了命 一拐一拐地走到现在 他们会为你喝彩的 当你展现了 你跳舞的样子的时候 不要被吓到了 因为每一个人 都有他剖形的方式 没有谁比谁走得更远 每一个人都有他剖形的方式 没有谁比谁走得更远 因为他们只是被呼召到 不同的地方跟位置 他们的节奏跟你不同 因此如果再有人说 隐仲 我以为你已经结婚了 你怎么还没有结婚 你怎么还没有结婚 我就会说 我已经练习让上帝来引导我 而不再是我自己掌控我的未来 我根本没有落后 我相信我要娶的太太 仍然是全世界最适合我的 仍然是上帝给我的 我根本没有落后 我只是还在一个终继站 我在这里得到了一些祝福 有一些成熟 有一些力量 当然也有一些软弱 有一些功课 有一些跌倒 有一些从神而来的启示 你知道当我到达神 为我预备的地方以前 我已经拥有一切神 为我预备的 谦卑下来 谦卑下来 如同刚刚彼得前书所说的 谦卑下来 告诉你旁边的 你的腿缺并不会让你落后 肩膀团可以上来 记得吗 雅各一整个晚上没有睡觉 他一整个晚上没有睡觉 就像大家现在 有的人看起来很累 他一整个晚上没有睡觉 他充满了害怕 他充满了慌张 他很没有安全感 他充满了未知 打一下官员的头 好 谢谢 好 他充满了未知 他正准备和他的哥哥打仗 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焦虑 他不确定 你知道其实我们都是这样的 对吧 各位你们都很焦虑吧 你们现在还有看新闻吗 先不要 等下回家一看了 又开始焦虑了 完了 今年没救了 这个 我要鼓励你 神的国才是永恒的 现在的这个国 只是暂时的 神的国才是永恒的 不要看手机 好 不要看手机 不要看手机 好 所以你知道 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焦虑了 他不确定了 他不晓得 我们跟雅各一样 黎明要来了 太阳要升起了 你要记得 这是全新的一天 第31节 第三十一节 太阳升起 他一拐一拐的 他瘸了 你知道现在 他不只是要去面对哥哥 他不只是要被迫面对这个关系 他还要一拐一拐的去 他不是只被上帝强迫说 嘿 你要去原谅 你要去饶恕 他还要很惨的 他还要一拐一拐的去找一个 他很害怕的人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这意味着 你根本没有办法逃跑 你根本没有办法逃跑 如果你哥哥要杀了你 你根本没有办法逃跑 因为你一拐一拐的 所以我要鼓励你们 我不知道今天 你有没有在哪一个环境当中 你觉得你根本逃不了 可能是你的工作 可能是你的家庭 你要问问你自己 神是否现在把你放在一个 你无法逃跑的处境 为什么 因为你是瘸子 你即使逃 也没有办法逃过 我不知道可能是你的工作 服事 还是你觉得是你的小组 你觉得你小组超烂的 别人都在破冰 你好羡慕别人破冰好好玩 然后你的小组一开始就有人哭了 一开始就讲那些 好像很辛苦的 或者是你可能觉得 你的小组都分享到哭 但是你很希望可以分享到很深 可是你的小组就只会搞笑 进来大家就哈哈 带你那拍照 然后整天跳queen car 然后整天做这些 你就觉得为什么不能分享 立方姐我想分享啊 我想跟你分享我这个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觉得 就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神很故意 故意把你放在一个 你根本没办法逃避的地方 还是你可以想一下 祂正在让你认识你自己 神在启示你 别再逃跑了 好吗 别再逃跑了 够了吧 你腿已经缺了 你再跑 也没有办法跑得多快 所以面对他 然后走进神的心意里 一拐一拐的 但是没有落后 神会引领你 会准时的 你会有时间完成的 你不要担心 你可能觉得 我现在就应该好好念书啊 是你应该好好念书 不要听错 你应该好好念书 可是你可能会觉得 我现在不念书 你还叫我来教会服事 叫我整天排戏 我有好多 我要这个 我要读书 我要陪女朋友 我还要这个 我还要打球 对不对 有好多的事情 我都怕我被错过 我来不及 我现在不做 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我要鼓励你 神会引导你 你没有落后 你会有时间完成的 上帝的光会向你显现 让你知道你并没有迟到 住在基督里 你生命的一切 都会在适当的时候 被神充满 你生命中一切 都会在适当的时候 被神充满 因为光即将来临了 我知道这是一个 漆黑的夜晚 这是一个漆黑的一年 这是一个漆黑的过程 你一个人在挣扎 你一生都感觉自己在落后 但是神说 嘿 那个光要进来了 请你一搏一搏的走近当中 一搏一搏的前进 也许雅各是一搏一搏的 但是他并没有躺下 也没有跌倒 他并没有因此就觉得 好 那我一搏一搏的 算了 我坐下好了 我结束我的生命吧 反正我都是落后的 算了 雅各并没有 他并没有被打倒 你知道这就是我们 这就是我们如何走完这条路 这就是我们如何成长 这就是我们如何认识神 我们一搏一搏的 一拐一拐的前进 这场摔角之后 以少没有杀他 第三章第四节 以少跑上去迎接他 拥抱他 亲吻他 两个人抱头痛哭 你知道吗 他一搏一搏的走向以少 以少跑去迎接雅各 你知道最美的地方是什么吗 雅各他没有办法 跑向他的哥哥 因为他是学子 你知道吗 他没有跑向他哥哥 是他哥哥跑向他 是他害怕的那个关系 是他害怕的那个挑战 是他担心到不行的 那个人主动跑向他 所以当你觉得落后的时候 我要请你有安全感 当你走进神的心意里 你害怕的那件事情 会被神祝福的 会被神充满的 所以你所有害怕的 都可以再次到神的面前来 你听见了吗 是以少跑过来迎接他 如果你愿意真实的面对挑战 你愿意一搏一搏的 走进神的心里 一搏一搏的走向他 上帝会让那个困难 跟挑战跑向你 最后 西伯来书11章21节 我要结束了 因为信心雅各在临终之时 分别为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 并主着拐杖敬拜上帝 你知道雅各因着信 临死的时候 在与神摔脚 五十年之后 他要临终了 临终就是要死了 他去祝福他的儿子 他做了什么 他主着拐杖 他主着拐杖在干嘛 他在敬拜神 你知道最让我感动的地方 是什么吗 他仍然是跛脚的状态 他仍然是一拐一拐的 可是最后他主着拐杖 我不知道今天 什么是你的拐杖 我刚刚说了 你价值感的来源是什么 你在追求的是什么 你在什么事情上面落后了 可是今天雅各要 透过雅各的故事要鼓励你 最后他在死之前 他主着拐杖敬拜上帝 这是他生命最后的姿势 不是别的 不是争取什么 不是赢得什么 他最后的姿势是敬拜 他在敬拜我们的神 雅各的薄行 反而让他学会了倚靠神 今天的薄行 将教会我明天的倚靠 今天的薄行 将教会我明天的敬拜 我不知道你的软弱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落后的地方是什么 可是今天神要我鼓励你 那个东西要成为你倚靠的学习 你要透过那个事件学习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好吗 雅各这一生当中最大的祝福 并不是发生在他去抓东西的时候 不是发生在奔跑的时候 而是发生在他主着拐杖敬拜神的时候 也许你还很年轻 你根本就不理解什么叫做一拐一拐的 但是我向神祷告 接下来你的生命当中 你一定会知道自己在哪里 会一拐一拐的 你一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搏一搏的想办法完成神 我们一起从头来敬拜 天赋我呼求你 来恢复我们的心 让为父的心 转向他们所爱的耳鱼 吸引这个时代 感受你的痛在 来一直恢复我们 开启你的耳鱼 吸引这个时代 你的爱吸引我 吸引这个时代 感受你的痛在 我鼓励你大声的敬拜神 我鼓励你大声的敬拜神 我不知道你的拐杖是什么 但是现在 请你组成你的拐杖 大声的来敬拜他 大声的来让他吸引你 经历他的爱 经历他的爱 我的心 和的渴望 你恢复着 属于你的时代 愿你高度 愿你高度 完全降陷在这地 就如同在天上 何等渴望 你恢复着 属于你的时代 願你過度 完全正現在這地 就如同在天上 最後我們要一起來禱告 好不好 為你自己的心來禱告 在今年的一開始 也許我不知道今年 你會怎麼樣度過這個過程 我不知道你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走進神給你的呼召跟應許 可是我跟你保證 你一定會在這個過程中 遇見自己的軟弱 遇見自己的缺乏 一定會有一些事情 是你這一輩子最不想面對的 但是神要你面對它 神要你的心面對它 也許我們會一拐一拐的 但是神說 嘿 我與你同在 在我跟你在一起的那個夜晚 我在 我懂你 我知道你在面對什麼 我知道你困難的地方是什麼 我知道你有多慢 可是我與你同行 好不好 年輕人 也許你現在並不知道自己的軟弱 也許你覺得我好像沒有缺乏什麼 可是好不好 為你的心禱告 如果你沒有缺乏 你更需要在神的心意裡面 完成祂的使命跟呼召 為我們的心禱告 即使一拐一拐的 可是我也走進神的心意裡 即使一拐一拐的 我們也要進入神的應許 為你的心禱告 當你願意進到神的裡面的時候 以掃會拋向你 同時我們一起來禱告 耶穌謝謝祢 主啊 我們就是在祢的面前來禱告 主啊 讓我們的心可以倚靠祢 歸向祢 主啊 我好渴望 我好渴望可以再次經歷祢的愛 主啊 讓那個剖形的過程當中 神的阿修 祢親自的來祝福我們 主啊 讓我們可以完成這個呼召 完成這個意向 謝謝耶穌 即使軟弱 主啊 即使不容易 我們要走進祢的心意裡面 謝謝耶穌充滿在我們的當中 充滿在我們當中 主啊 讓每個年輕人 可以再次經歷祢的愛 主啊 讓他們可以在今年裡面 主啊 願意走進祢的心意 走進祢的懷抱裡面 謝謝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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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禱告 就像這首歌說的 要吸引這個世代 讓父親的心轉向兒女 讓兒女的心轉向父親 好像雅各跟姨嫂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不能饒恕的人 我不知道會不會剛好那個人 就是你的父母 會不會剛好那個人 就是你的兒女 有沒有什麼事 好像你還不能放下的 好不好 我們來禱告 你知道這個社會上有太多太多的問題 都是在家庭裡面發生的 你在學校看見的悲劇 你所聽到的那些害人聽聞的事情 好不好 我們來禱告 我們禱告 當神來到這個裡面的時候 當神充滿恢復的時候 神給我們一個盼望 是父親的心要轉向兒女 兒女的心要轉向父親 讓我們再次按著神的心意去饒恕的時候 去恢復關係的時候 去守望家庭的時候 在你的家庭裡面 你就有可以完成的 你就有可以恢復的 好不好 如果你是年輕人 為你的爸媽來禱告 為你的兄弟姊妹來禱告 好 如果你是爸爸媽媽 我要鼓勵你 為你的兒女來禱告 讓那個關係在神的裡面 在今年當中因著恢復 他們都可以走進神的心意裡面 同聲我們一起來禱告 哈利利亞 耶穌謝謝祢 主要我們要禱告 這是祢的話語 主要祢說父親的心要轉向兒女 兒女的心要轉向父親 那是一個關係的恢復 主要在這個世代當中 我們要為家庭來禱告 因為家是祢所設立的 家是祢給予我們的 主要我要宣告所有的悲劇 所有的痛苦跟困難 主要在祢那裡找到意志跟答案 謝謝耶穌充滿在每一個家庭的裡面 讓每一個家都被上帝來使用 謝謝耶穌 謝謝耶穌 讚美祢 謝謝耶穌 父神 謝謝祢 主要在今天晚上當中 祢對每一個人的心說話 神祢溫柔的告訴他們 他們並沒有落後 即使一拐一拐的 他們沒有落後 神他們按著祢給他們的應許跟時間 剛剛好的到達祢要他們去的地方 上帝我要禱告 為每一個人的生命禱告 讓他們走進祢的應許跟呼召裡 讓他們在他們的家裡 為他們的家庭來祷告 他們要成為這個家庭裡面的代導者 他們要成為這個家庭裡面的守望者 他們要開始在他們的家庭裡面有付出 不管他們的年紀有多小 他們知道他們是這個家裡的一份子 按著祢給他們的應許 主要讓那個關係可以恢復 讓那個不諒解的可以開始溝通 讓那個覺得彼此不理解的過程 主要讓他們在家裡面有安全感 以至於他們不用去外面 一直跟別人比 他們不用追求外面的名和力 他們不用當第一名 因為在祢的裡面 神祢為他們預備一個 專屬於他們的位置 謝謝耶穌 與每一個在今天聽到信息的人同在 讓我們一搏一搏的走進祢 祢給我們的愛裡面 我們低頭領受上帝的祝福 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天賦上帝的慈愛 並聖靈的感動 祝福這裡 今天所有的每一個人 讓他們知道 他們在耶穌基督的裡面 都有一個專屬於他們的位置 奉耶穌的名祷告 阿門 給我們的神一個最大的掌聲 謝謝尹宗哥帶來的信息